《野望》 《望》写的是山叶秋景 在弦义的情调中 带几分彷徨和苦闷 是王继的代表作 东高伯木望 习以欲合一 高是水边地 东高指他家乡 降州龙门的一个地方 他归隐后常有北山东高 字号东高子 习以是徘徊的意思 欲合一 画用草草短歌行中的 月明星夕 乌雀南飞 绕树 三扎 何之可依的意思 表现了百无聊赖的彷徨心情 下面四句 写伯木中所见的景物 树树皆秋色 山山围落灰 牧人驱毒返 猎马带情归 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秋色 在夕阳的余晖中 越发显得萧瑟 在这静谧的背景之上 牧人与猎马的特写 带着牧歌式的田园气氛 使整个画面活动了起来 这四句诗宛如一副 山家秋晚图 光与色 远景与近景 静态与动态 搭配得恰到好处 然而王继还不能像 近陶渊明那样 从田园中找到魏集 所以最后说 相过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说自己在现实中 孤独无依 只好长吟采薇之诗 以记忆了 采薇点出 诗经赵南草虫有云 喜笔南山 言采其微 未见君子 我心伤悲 读书了唐诗的人 也许并不觉得 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可是如果 沿着诗歌史的顺序 从南朝的宋其良辰 一路读下来 忽然读到这首 野望 便会为他的朴素而叫好 南朝诗风大多 华弥艳丽 好像浑身裹着绸缎的 珠光宝气的贵妇 从贵妇堆里走出来 忽然遇见一位 金钗不群的村姑 她那不识之粉的朴素美 就会产生特别的魅力 王继的野望 便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好处 这首诗的题材 是五颜律诗 自从南朝其永明年间 沈约等人将生律的理论 运用到诗歌创作当中 律师这种新的题材 就已在酝酿着了 到初唐的沈全期宋之问手里 律师随定性化 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题材 而早于沈颂六十多年的王继 已经能写出野望 这样成熟的律师 说明他是一个 勇于尝试新形式的人 这首诗首尾两连 抒情严饰 中间两连写景 经过情景情这一反复 诗的意思更深化了一层 这正符合律师的一种基本章法